陈浩你站那你什么情况 你谁啊 微信拉黑工作辞掉 还有他谁啊 你几个意思 没什么情况 我就是不想追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追了你有三年了吧 我在你家里大了 又好几万了吧 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期间你换了好几任男朋友 你都没考虑过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被猜吗 我没考虑你 是因为我在考察你 考察我用考察三年吗 又换了七个男朋友 才知道谁对你是真心的是吗 要不两个人还换个地方聊一下吧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去了同一家公司 期间我追了他很多次 但他都拒绝了 所以我干脆就放弃 那你为什么拒绝他呀 我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啊 而且同一个公司 抬头不见低头见挺尴尬 尴尬 之前没在一个公司的时候追你 你不也没同意吗 你不同意就算了 你还吊着我 让我觉得有希望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吊着你 我当时只是不想谈恋爱 你是不想谈恋爱 还是不想合伙谈恋爱啊 我之前主动约你出去吃饭 你说你从来没跟男生 单独出去吃饭看见你 必须得带上你闺蜜 那你单独和别的男生 出去吃饭看见是咋回事啊 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他 我们两个只是纯友谊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提醒 这么荒唐的理由 你觉得我会信吗 谁看不出来那男的 对你有意思想追你啊 你真误会我了 我跟他们只是朋友 朋友 朋友最后都变成男朋友了是吧 就我像一个脑餐一样的 就跪舔你是吧 别这么说什么 我知道这三年你对我很好 但我不要考虑一下 我们两个到底合不合适吗 跟别人认识 一个礼拜就能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 就得考虑三年是吗 我跟他们没有那么认真 我只是觉得 我应该谈恋爱的 我要不多看看 我怎么知道 你对我才是最好的 你什么意思 过了这么久 经历了这么多人 发现还是你对我最好 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不愿意了 不是你扎不扎呀 我说同一座女朋友 现在整这出有什么意思 你还要不要点脸了 我老公说他不愿意 你听不明白吗 不是你谁啊 我们俩是干净有什么关系啊 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她不像你 就会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不知道自己几心几练 不是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吊着你的时候 你不愿意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你还不愿意 承认之前是吊着我 是吧 果然单恋的都是孙子 费药的当时祖道 现在给他飞食 我们俩马上再一起 你别做梦了行吗 追你这三年已经是我做过最傻的一件事了 我对你的爱早就已经结束了 别再来打扰我 也别再来烦我了 我不愿意 我的心脏漫步为你跳动为你狂 你说我真的都已不如离开流浪